近期廣新水泉溪头区段有民众发现产生掏空破损情况 并也担忧若不仅速做修缮缺口恐会持续扩大 而造成下方山坡地崩塌 甚至是发生土石流危害环境安全 所以希望政府有关单位能够协助改善水泉破损掏空的问题 廣新水泉已经破了 帮他这就是怕这准一直帮下去 然后海边会继续土石流来 怕土石流 因为这水泉是保好山坡地 维修一下 维修不要再给他继续崩塌 截获陈晴廣新水泉有破损掏空情况后 鲜云油耗担忧 近期天候相当不稳定 常有好大雨产生 若不仅速改善完成 会对地方环境安全造成影响 作为他也邀请县府人员乾隆会堪 希望县府能够紧速 严拟改善方案 并实作完成 才能够有效维护地方环境安全 那今天我们来入谷这边会堪 我们请县府的济世 还有县府的主任 他一起来这边 他来看我们新名山旁边这边有一个水泉 那他这边因为大雨 不断地冲刷导致 那下面的这个 就是不断地有这个掏空的一个状况 那这有时候许多农民会经过 或是许多游客会经过这条水泉 再往山林再走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非常的危险 那所以今天也特别请县府这边 他一起来看这条阵高 他来看能够尽快地来反应 以及有关单位共同来进行改善 议长和上峰也希望 会看过后 县府有关单位能够重视 水泉破损掏空的情况 简术规划出改善办法 避免近期不时有大雨的天候 而酿成更严重的灾害 影响地方环境安全 记者卢凯露股采访报道